海中悠游的绿细龟 台湾是它们重要的棋地之一 全世界一共只有七种海龟 现在却有六种已经兵围 其实海龟在自然的生存下 没有什么人为影响 它只能生存地就低于 大概是一千只可能只有一只能够存活下来 近年随着人为影响 海洋环境遭受巨大迫害 海龟生存棋地和密实环境都受到威胁 现在更发现人为光害 也会影响海龟的生存数量 我们有发现残卵母龟 因为亮光的关系 被迫选择一个比较小的沙滩 甚至它残卵的地方是非常集中密集的 而刚破壳出生的小海龟 甚至会因为路灯的光源而死亡 小海龟认知大海的地方就是它是亮的 所以它会朝光亮处前进 但随着路灯增加它会往陆地上跑 那小海龟不耐热 隔天白天太阳照下去应该就会死掉 那甚至还有观察到是有的小海龟 它在比较暗的地方已经到海里了 游着游着游着 它就又被路灯吸引上岸了 像那个澎湖的望安岛绿溪龟 一旦海龟数量减少 除了直接冲击海洋生态之外 珊瑚生长也会受限 因为海龟会吃海草的关系 它会抑制海草不会生长那么的快速 那就可以让珊瑚有机会可以生长 那如果说现在没有海龟了 那海草吃的人变少了 它就有机会变得长得很快 那就可能会入侵到珊瑚的区域 那这样珊瑚就会没有机会发展出来 生态缓缓相扣 人类有责任要为自己带来的迫害 力求挽救 大爱新闻 杨阳与于国为综合报导